这是我见过最有钱的女妖 全身上下都挂满了金子 一群士兵看见后 纷纷都打了鸡血似的 都想将女妖占为具有 这时女妖突然一声嘶吼 士兵们立马就疯狂了起来 冲向女妖的同时 都会将同伴杀死 当女妖舞蹈结束后 疯狂的士兵们也停止了厮杀 因为他们全都沉入了湖底 成为了女妖的口粮 女妖抬头的瞬间 竟然还有一名士兵活着 她继续对士兵尖叫 没想到士兵毫无所动 见到可怕的一幕 士兵十分的害怕 连忙骑着战马逃离 由于士兵没有被她的声音蛊惑 女妖瞬间对她产生了兴趣 士兵一口气跑了300公里后 终于气喘吁吁的泪倒了 这时女妖突然出现 但她没有对士兵下杀手 反而满含爱意的陪在士兵身边 因为这是她等待已久的 一个不会被她声音迷惑的爱情 士兵醒来后 女妖突然害羞不已 逃跑的时候 男人本想拉住她 不料反被女妖身上的精灵所伤 男人望着手中的鳞片居然是金子 为了得到更多的金子 于是马不停蹄地随着女妖的方向追去 女妖以为男人也爱上了她 还在瀑布前展示了满含爱意的舞蹈 但男人眼里只有金子 丝毫没发现女妖爱上了她 女妖看着帅气的男人 还给了男人深情一吻 但男人却利用机会 用头撞晕了女妖 女妖晕倒后 贪婪的男人 直接扒光了女妖身上每一片精灵 得到所有财宝后 男人还无情地将女妖扔到湖中 瞬间湖水被染红了大半 当女妖被冲到下游醒来时 她不仅发现自己没有了衣服 身上还布满了伤痕 为了报复男人 她将所有河水变成了血红色 另一边男人引下河水后 不仅身上的伤好了 多年失聪的耳朵也能听见了 这时女妖再次发出尖叫 男人听见后瞬间陷入了癫狂 不断地向湖中跑去 最后溺死在了湖中央 尸体也成为了万千骸骨中的一具